百比八十八的最终比分 何其完美 然而我们知道 每一个前场进攻只有二十四秒 但是为了一百分 这最后的进球 却让我们等得太久太久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他们执着于信念 无畏于梦想 低谷中集结 汗水中跨越 在我们开始今天这场对话之前 我想邀请在场的各位 共同通过一个短片 再次回顾那个夺冠的难忘瞬间 好球 把斯漂亮 二加一 隔着波罗西斯的古房 巴斯把球扣进去 这种机会 好球 三分命中 好球 漂亮 哈德森再来 翻车 翻车 哈德森 篮板球拿下来 漂亮 好球 华德森 华德森 在这儿时间是连大路分 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15秒 球迷都已经沸腾了 他们即将迎接自己队史的第一座总冠军 给他 韩德森 漂亮 单手的爆扣 最后的5秒 4秒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 辽宁队是主场100比88 12分的优势 击败了浙江广赛 好 辽宁队是从姚明手中 腾起了CBA的至尊保饼 恭喜2017到18赛季 CBA的总冠军 辽宁本钢队 热烈祝贺 辽宁本钢队 获得2017至2018 CBA联赛总冠军 这位辽宁人 我为辽兰骄傲 新时代 新起点 新征程 再接再厉 我们争取 威勉 辽兰 刚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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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短短的几个瞬间 把我们的资讯 顺时带回了 几天前的那个 激动人心的夜晚 此时此刻 我想先邀请 我们冠军团队的队长 杨明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请出 郭志导和李总 郭志导和李总 来 我们把掌声 送给他们 郭志导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都是很有感触的 十年之前呢 郭世强教练 是第一次率领 辽宁南岚 征战CBA 十年一个轮回 这一次你赢了 但是好像等待的 有点长 是 这个冠军 对我们辽宁队 这个团队来说 等待的时间 有一点长 我们还是冠军 在拿到职业生涯 第一个CBA总冠军的夜晚 郭世强 四十三岁 十年前 2008年 郭世强第一次 以主教练的身份 率领辽宁队 闯进总决赛 那一年 他和他的球队 不敌李春江 率领的广东队 煞雨而归 十一年之后 郭世强率领辽宁队 4比0横扫广杀 打破了辽宁队 CBA历史无贯的魔咒 他击败的对手 依然是李春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